提到這兩年最夯的動畫 除了冰雪奇緣 還有動物方程式 最新一部海洋奇緣 也創下了北美感恩節 週末首映的票房冠軍 而且是史上第二高 這幾部動畫片 其實都是來自於迪士尼動畫 到底迪士尼有怎麼樣的魅力跟策略 繼續來看看 富有正義感的菜鳥警官兔子朱蒂 在追捕狡詐狐狸的過程中 發現一樁大陰謀 狐狸與兔子聯手解決問題 我們在超級急 我正在... 它... 斷了 這部動畫片動物方程式 首映打破冰雪奇緣紀錄 全球賣破300億 進了百億票房俱樂部 電影一炮而紅 主題曲也跟著傳唱 原生代熱賣 也多少說明迪士尼動畫的音樂 總是能唱盡人心 感動的故事加上樂曲 在影迷心中落下深深的記憶點 似乎已是迪士尼動畫成功公式 但對有93年歷史的迪士尼來說 還是不停面臨挑戰 我們確保有一個創作環境 在那裡工作人員 即使是在故事上或是在技術上 或是在電影師 都可以自由地探索 你知不知道 什麼能夠創造他們的創作 他是迪士尼動畫工作室總裁安德魯 在他帶領 創造冰雪奇緣 動物方程式記錄之前 迪士尼動畫 早已締造許多經典 時間回到93年前 迪士尼第一部動畫片 白雪公主 開啟一系列童話故事 我可以動 我可以說 今天的童話元素跨越時空 走進許多人的童年記憶 小姐與流氓一離中國 步步經典 廣為流傳 幸好 迪士尼動畫 也作出自己的故事 1943年 誕生了第一部原創動畫 小說的 在童話之外 迪士尼動畫也作出自己的故事 1943年 誕生了第一部原創動畫 內容靈感來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藉著小失望的成長 探討愛 責任 生命定位等等課題 就如同迪士尼動畫 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 我認為一件事 一件事 一直在93年 雖然我一直都在93年 是迪士尼動畫 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 不只激勵人心 迪士尼也擅長打造浪漫的愛情故事 一次一次的成功 把迪士尼動畫推上龍頭地位 但並不是每一次都穩贏 也曾經有過票房不理想的時候 極度面臨瓶頸 慘焙勉強獲利到票房只是打平 影評普遍負面 當時的迪士尼動畫 可沒現在那麼光光 迪克斯的加入帶來刺激跟創意 讓迪士尼動畫 甩開過去的老毛病 一次比一次跳得更高 團體合作會集更多創意 作品受歡迎的程度便可說明一切 連帶的周邊商品 原生帶甚至是遊樂園 一部動畫電影 待望整條產業鏈 我們不能改變誰我們我們我們 我們不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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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天都說 我只是錯誤 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這裡 我們要找到這位 但首先 你會需要一些新增 對 對 對 傳奇的英雄 傳奇的英雄 他會旅行找到魔鬼的魔鬼 一起 他們會救我們 從過去經驗中積取養分 把故事說得更好更動人 這份熱情從未變過 這也是迪士尼動畫 為何能歷久不衰